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 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里行走摸索不到方向 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当他为这些红篇巨著打上句号的时候 他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政治军事领导人 同时还登上了一座精神领袖的巅峰 毛泽东也说过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创造自己的理论 过去中国就没有创造出来 因此革命就走了很多的曲折 有了两次曲折 革命胜利又失败 胜利又失败 两次曲折的经验 总结了这个经验 又分析了抗人战争展开的中国矛盾的各种方面 把这个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 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来系统化 这样就创造了中国的西面人主义革命的理论 直到中国抗人战争和抗人以后 中国发展前途的一系列理论著作 也就是这些理论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承受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都展开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 举中共七大的召开相隔17年之久 这期间的1938年 共产国际明确传达了 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的指示 这期间的1943年 共产国际正式解散 七大上 中国共产党确立以马列主义理论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并把这个规定写进了党章里 共产党第十五次 中国共产党主义理论 与中国共产党重建 我们能够入到 上架 梯下 往旱 西亨 将 1949年9月 毛泽东带着一批书 进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 一住十七年 挥散战争的硝烟浮去历史的尘埃 这个以前清王朝的藏书帝 从此成为毛泽东名符其实的书斋 除了马列著作 在毛泽东身边放的更多的是 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典籍 毛泽东是大学文家 他通读过资质通建 通读过洋洋四千多万字的二十四史 但毛泽东更有一个政治家的独特视角 他从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身上 体位批判精神和战斗性 他从诗经的国风里 得出老百姓也是圣贤的结论 他从小说《红楼梦》里看到的是 封建社会的一部历史 跨越千年时空 毛泽东在书房沟通着中国的历史 现实和未来 这个地方是主席卧室 剪半棍的地方 他休息的时候 也半棍看书 那么就在这里 这放着很多的书 这是主席当年吃饭的地方 这个就是个主席打饭的范号 因为主席是他离这开家路 他们在冬天天气一轮的时候 要赶快 维师同志们要赶快要紧走 这样的话饭菜就不能了 主席吃饭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小盘盘 但是每次这个辣椒不能少 那么吃饭的时候 他还坐到这看书 看书 这个立法 主席立法也简单 就是平常做这么个腾 立法的时候不是看包子 就是看书 他有时候吃完饭拿着书 还在这个撒发室坐一坐 这就是主席的卧室了 这周围你看这都是书 这都是当年看过的书 有的书呢 他不让随便动 有的书呢 看完以后 他就叫田家印同志 韩先生同志 有时候也叫我们整理一下 整理以后呢 然后单人地保存到书房里面 这就是主席 睡觉的窗户 主席习惯睡木板窗 宣布都是木板窗 他睡觉了 就是这么一块地儿 这一面呢 左手这一面呢 都是书 书包看我 有时候怼得这么厚 看的时候我们就讨到这个地步 书记有时候看书啊 有时候看书为什么看 我也论不清楚 你比如在北戴海 有次游运的时候 这个 休息 主席突然嘛 叫高智 你叫赵爷本 即嫌费怎过 我来看看 以后我就给田家印同志打电话 以后第二天就把这本书送来了 送来了以后 主席那天下午正在休息 正在休息 休息嘛 我就我把那个书看了一下 一看以后很有意思 我就用过那个大号进行杯啊 抓紧把他吵了一下 以后嘛 我也吵完了 主席老人家呢 他也醒来了 他也醒来了 醒来以后我就把那个书们就给给他了 给给他了 所以他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呢 这几十年 我呀 他们搞清楚 这是一张乡乡 对 这装书的 外出我们装书用的 书箱 这个书箱 外出的时候 主席这个书箱 大条书箱有二十多个 这是韶山纪念馆里的一只木头箱子 每逢毛泽东外出视察 像这样的几个箱子 总要装满书 提前两个小时 搬上飞机或火车 据说 毛泽东外出要带哪些书 是当地干部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毛泽东的许多话题 经常是与他最近所读的书籍有关 也许 毛泽东对中国文史的偏爱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局限了他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 对现代化大生产的了解 但他的一生 是坚持反对本本主义的一生 他自始至终 针对着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去读书 去想问题 毛泽东的书单背后 往往包含着 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和思考 而这些 又是值得我们今天再去回味的 我登记了一个是1959年10月23号 毛主席要外出让我们给他争备一些书 当时我就把他要的书就登记下来 就是到现在就把保存着了 朱熙金钱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 中美很多 包括的范围很广 他支出要一下一些 那么从这个目录来看 也确实毛泽东 他是一个读的书的面 非常的广 规的广泛 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 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到资产阶级著作 包括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甚至于是科学技术 包括一些具体的科学技术 在他这时候 差不多无所不读的 所以他知识里面非常的广泛 他爱好也非常的广泛 所以这个50年 我刚刚到他那去 给他管书的时候 他就给我提出来 他说要把这个检放前 中华书局和商务运书馆 他说对所有的书都要给他收起了 那个他是不可能的了 他反映了他确实 一个是他对书酷爱读书 另外他就是非常之剥削 所以就波兰群书的革命家了